好的,节第一集,这是第二集啊 同学们已经知道它是由主花纹和配花这样形成的 那么各自的花纹是怎样织的呢?准备截图啊 中间的这一组具有建筑感的花纹叫做席字花 好,现在同学们把这张图先解下来 好的,有了这张图你也能织成啊 那么唐叼的席字花是什么花纹啊? 桂花针,这些解下图来就好了啊 那么总体的花纹是按照一个怎样的排列进行的呢? 也就是说多少针桂花针,多少针席字花 它们之间有没有反针间隔,要有的话隔几针 好,现在有一个叫整体排花啊 给大家已经算好了 先截图,然后给你解释怎么回事啊 好了,接下图来之后你会发现啊 整件衣服,我们前,这是前片啊 前边有这个席字花啊,一共是四条 你说,一二三四,对不对? 这也是啊,你看 一二三四,明白了吗? 这写了一个铜上的意思,就是啥? 就是它的后背片也是这样的 这写一个页正中,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这有七针的桂花针 正好是你页下正中的位置 你到时候分针的时候啊,采用它就可以了 记住了吧? 好,大家已经了解了花纹的排列 你都知道是怎么织了 第几行变针也都了解了,对不对? 好了,就按照这个花纹的排列 一百八十针,转圈往上跑吧 哈哈,一直跑到哪儿,很爽啊 一直给它跑到腋下的位置啊 那么,高度 啊,sorry,同学们啊 刚才有一个位置给大家更正一遍啊 你在截图截这个排花的时候 看,截图截这个排花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完成了一百八十针这个底边啊 要给它均匀的加过针的啊 同学们,我说这多了一张卡呢 也就是刚刚啊,我们在完成了底边之后啊 要将你这一百八十针均匀的给它加到二百一十六针 记住了吗?啊,这个花纹是符合二百一十六针的 这个排列的啊 如果不够二百一十六针就无法完成这件衣服了哦 啊,加这二百一十六针啊 然后我们将这二百一十六针环形向上 看,只三十二厘米 这三十二厘米到哪儿呢? 刚好就是到你的夜下的位置 看到了吗?到这儿啊 到这儿 三十二厘米啊 二百一十六针 支持这个花纹 记住了啊 好 那么完成了环形之部分 我们就要把针数都数好了 然后该分什么啦 前后片了啊 其实二百一十六针你给它均匀分成两份 均匀分就可以啊 但是你必须要怎样呢? 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两组花纹啊 放在前篇的正中 看到了吗? 啊,中间呢 隔的是七针的你的那个 规划针 知道了吗? 按照这个方式来区分啊 两个页下 在分好了针之后 你各二分之一就好了啊 我们就要开始在页下 剪针了啊 怎样剪? 首先来说啊 你分完前后片之后 前片在边缘的位置要剪四针 后片边缘位置也要剪四针啊 这位置 但由于你是整体环形之的 所以你可以连前在后 这四针当中啊 加在一起一共八针 你可以给它同时剪去 包括另外一侧啊 同时剪八针 连前在后啊 然后我们就要沿着这个边缘这儿啊 开始剪针了 怎样剪? 隔一行剪一针 一共剪十次 也就是剪去了十针啊 在这个位置 剪的挺狠的 对不对? 好 两边都是这样的啊 这边和这边都是这样的啊 包括页下也是按 后背片啊 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剪的 你看 后背片也是啊 好了 剪完之后 我们来看啊 你的通常情况下的规律编织啊 我们都是把前片先甩开 先直 后背片啊 两个页下都剪完针之后 我们将整个的后背片部分一直向上直 记着了吗? 直向上直就好了啊 高度 这多少? 22厘米 从哪开始算的呢? 从你开始剪页下那四针的位置算起啊 看 这儿 算起 然后向上直着22厘米 后背片达到22厘米之后 就给它保护起来 两头系上别皮筋就可以了啊 然后等待着前片完成 明白了吗? 注意 我给大家放平以后 你会发现 哎 问题来了 整个前片 根本就没有剪领口 注意看啊 根本就没有剪领口 但是它为啥也有这样的前低后高的效果呢? 一定要注意听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前片 页下 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啊 这么的剪的啊 剪完之后 也是向上直的 但是直的没有 后背片那样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在它的这个位置啊 要剪领口的啊 这儿实际上不要剪领口 就要留针 这位置才叫领口呢 也就是向上直四厘米就好了啊 同学们 从哪开始算 就是你腋下分针的位置算起向上 只支四厘米 这个高度啊 然后 注意了啊 这时候我们要在中间这个位置啊 给它选出十针来 这十针干嘛 给它平留 要留住这十针 记住了吗? 哦 哦 sorry 不是十针啊 是九针 sorry 为什么要九针啊 其实一针的差别 为什么不是十针呢? 因为你中间这位置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七针的 桂花针和左右各一针的反针 也就是你这个位置刚好是什么? 九针啊 我们刚好把针中间这位置的九针 给它平留了 平留之后 然后 两边要怎样啊? 哈哈 两边呢 要给它继续向上支 只是中间这 给它减去了九针 它不再支了 两边分片向上啊 好 两边分别向上往反往反支啊 把剩下的针向上往反支 高度支多少呢? 当你的总高度达到22厘米的时候 怎样算的? 就是从你腋下位置算起啊 向上一共够22厘米了 好 你的两个针片都够这么高之后 就完成了针片 然后做什么? 然后 重要的问题来了啊 我们要将连针再后的这个位置啊 各给它取20针 连针片再后片 肩部啊 各取20针 然后相互再监讨哦 缝合啊 两边都如是 缝合好之后 背心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你要做什么? 要在你的前片啊 你不是只缝了20针 这边还有针数呢 对不对? 后脖子也有针数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要连针 再后 整个的 这个后脖子这个位置啊 看 剩下了多少针 剩下了多少针? 因为你这是缝合了 这是你剩下的啊 你剩下了多少针 就把它们连钻再后 串在一起 往返往返 向上织什么? 织底边的这个 一样的花纹啊 底边是单笼纹 这是双笼纹 但都是拧针的 注意 花纹一定要在外 为什么? 因为我一会儿要给它 向内折 因为它是一个双层领 看 那么 这位置要织多高呢? 首先来说啊 这一部分 我们要向上给它 织16厘米 往返往返 织16厘米啊 这一部分 织够16厘米之后 向内折啊 向内折这样的啊 向内折之后呢 在哪? 在内侧 你挑织它这位置 给它缝上啊 这一圈啊 不到一圈啊 这个内部啊 折到里边以后 给它缝上 缝上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 滑彩的部分 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这时候要做什么? 要织这个T恤领的 这一部分了 明白了吗? 怎样处理它呢? 首先来说 你往返织的 这个边缘的这部分 看 从这儿一直到哪儿啊 一直到你的 窝过来的领子 这个边缘这儿啊 这一部分 是需要你挑织 织T恤领的 这一部分的啊 那么 在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 一共的 给它挑出 多少针来呢? 30针 这跟它一样的花纹 领针单龙纹啊 你看 这边也挑出30针 然后往这边织 注意了 挑织的时候 我们已经了解了啊 整个的领子 我们向上 其实一共织了多少 16厘米 但是我们内折了 也就是它现在 这位置一共多少? 8厘米 对不对? 它的高度啊 8厘米 注意 如果想让我们的领子 能够形成浅低后高的效果 而且也没有经过减领口 最巧妙的一个方法 就是啥? 在这个位置挑针 少挑 哈哈 明白了吗? 你看 在8厘米的高度 我们才挑出了多少? 很少的针数啊 你看 只有多少 数给大家啊 4针 啊 这是应该是一个边针 3针啊 5针 6 7 8 9 9针 有同学说 哎呦那那样挑的话 这不就成了大窟窿了吗? 不会 我一会告诉你 怎样才能够形成 这儿一个紧密的效果 不会有孔洞啊 好 我们来说啊 这时候 整体的这一部分啊 我们一共给它挑出了 30针 注意其他位置啊 看到了吗? 其他的位置要让它舒展着才可以 只是这个位置少 同时 同学们注意啊 让大家挑30针 不是说针 你拿一根针 向这儿窝30针出来 没有考虑到整齐 是不可以的啊 边针 如果我不特意讲 所有人的边缘 必须要第一针 要认真的知 不要把第一针挑下来 必须要第一针 第二针 一针一针 直下去啊 只有这样 边缘的那一针 才会非常的好挑 记住了吗? 好 这时候 我们要将你的 这个边缘 这个高度啊 往返支的这部分的 所有针 实际上需要都挑出来的 明白了吗? 你在第二行的时候 再给它均匀的减至30针 大家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 你减针的时候 这块你要减横点 几乎你在这儿 挑的这些针啊 全都是两针 并一针 两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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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厉害的一个程度啊 其他的位置 你可以挑的不那么 啊 并针 并得不要那么狠 记住了吗? 这样 你就会形成 这个位置啊 自然把它往下拽 你看 形成这样一个效果 对不对? 你就省去了 在这儿还要剪 你看我给你拽的 拽直了看 它是一根线的 看到了吗? 没有剪过领口 但给人的感觉像是剪过 对不对? 你看其实它是平的 这边给你看 看到了吗? 它实际上是一行的啊 没剪过领口 但依然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也就是通过一个小技巧 小窍门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领子的效果 记住了吗? 完成这三十针的挑织之后 先上织这个花纹啊 先上一共给它织多少? 八厘米 织八厘米高啊 最后可以收一个机器边 看到了吗? 收完机器边之后 你这个位置原来不是在这儿可以留针吗? 对不对? 实际上 你把你的两个边沿和你留针的位置 以及你这边啊 里边你还有一个呢 你挑三十针的边沿 这三部分你给它缝合好 记住了吗? 这样你的这个位置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平展了啊 注意 完成之后 你的钮扣直接在底下的那层啊 给它缝好就行了啊 然后上边这儿呢 怎样啊 直接的给它找出一根线来 然后给它直接 看 找出这一根线啊 直接给它用钩针给它钩长 你看 弄出一根线来 对不对 然后收夹整理 这个扣子就能够非常轻松的穿过来 没有必要之扣眼啊 好 你看 极具创意的领子的部分 我所有的小心思 小窍门都教给了大家啊 希望你能够运用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完成哪了呢 两袖啊 袖子是怎样的织法呢 下个教程 我会详细的给你讲解 一定要注意看哦 好